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老挝万象会晤中国外长王毅 这次会谈在东亚高峰会和东盟安全论坛的间隙进行 是布林肯和王毅在近两个月内的第六次会晤 尽管双方在会前握手质疑但随后进行的是闭门会谈 布林肯在会前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行动 并对中非达成的临时补给安排表示欢迎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中之间的秩序之争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最近在华盛顿发表演说 称中国正在威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飞玲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中国希望建立的是一个类似于中华秩序的世界帝国 这与美国所倡导的分权分立的国际关系体系有本质不同 王教授还指出中国政府的国际行动更多是为了政权的安全 而非中国人民的利益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司法部对TikTok的最新指控 美国司法部指控TikTok收集美国用户的敏感信息 包括对枪支管控、堕胎和宗教等社会问题的看法 司法部还指出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可能通过操纵算法来影响用户接收到的内容 TikTok则表示这些指控没有改变其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事实 并坚信会在法庭上获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布林肯在万象会晤王毅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非法行动 推动局势升级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 星期六、7月27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 双方虽然在媒体摄影机前握手并互质问候 但是未发一言便前往会议室举行闭门会谈 布林肯与王毅是在万象出席东亚高峰会和东盟 ACN、安全论坛的间隙举行双边会晤的 这也是布林肯6月23日访问北京以来两人之间的第六次会晤 布林肯当时的北京之行被视为对环节美中紧张关系 做出了重要贡献 引人注目的是在布林肯与王毅举行会晤几个小时前 他曾在与东盟国家外长的会晤中 指责北京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加剧局势升级的非法行动 不过路透社指出 尽管布林肯在与东盟外长的会晤中 特别抨击中国在南中国海针对美国盟友菲律宾 所采取的粗暴行动 但同时也对中非之间 最近就菲律宾对第二托马斯潜滩 中国称人爱骄 坐滩军舰补给工作 达成临时性安排 表示欢迎 菲律宾1999年将一艘老旧的二战时期 马德雷山号坦克登陆舰 坐滩在第二托马斯潜滩 并且派兵在军舰上驻守 以强化其对这一潜滩及其海域的主权声索 同样声称对此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 一再要求菲律宾将军舰拖走 并在遭到拒绝后 派出海警船和民兵船 持续阻挠菲律宾公务船 向坐滩军舰上的官兵提供补给 双方还因此多次发生对峙和冲突 中非达成有关第二托马斯潜滩 坐滩军舰后勤补给的临时安排后 菲律宾方面于星期六 首次顺利对驻守军舰上的官兵 实施了后勤补给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第二托马斯潜滩 今天成功的补给 这也是菲律宾与中国达成协议的结果 布林肯在会晤王毅前 对东盟外长们说 我们欢迎 希望 并期待 看到这样的事情持续下去 路透社引述布林肯的话说 布林肯和王毅星期六 在举行双边会晤之前 在万象初习了以安全为主题的 东盟地区论坛 与会者除了东盟的外长外 还有来自俄罗斯 印度 澳大利亚 日本 欧盟 英国等国家的外长或外交官 布林肯稍早表示 美国为了在加沙实现停火 并寻找一条通向持久和平和安全之路美 一天都在努力奋斗 布林肯做出这一表述之前 印尼外长雷特诺 马尔苏迪 Ritno Marsudi 在发言中表示 在加沙实现可持续和平极为迫切 而且国际法应该适用于所有国家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作为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印尼外长的说法 是在暗示两个国际法院 针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攻击行动 做出的判决 我们不能继续对加沙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 视而不见 雷特诺说 出席万象会议的俄罗斯外长 谢尔盖 拉夫罗夫 Sergei Lovegrove 声称 美国出台的 在朝鲜半岛和资产运作指南 肯定将加剧地区安全关切 韩联社报道说 拉夫罗夫声称 俄罗斯尚未被告知这一计划的细节 而这让俄罗斯感到关切 我们至今为止 甚至都没有得到对此做出的解释 但毫无疑问 俄罗斯新闻社引述拉夫罗夫的话说 在星期六的会议举行前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Penny Wang 呼吁缅甸军政府改弦一折 结束缅甸境内愈演愈烈的内战 这场内战 估计已经导致260万人流离失所 黄英贤要求缅甸军政府的将军们 实施他们曾承诺实施的 东盟五点共识的和平计划 我们看到不稳定 不安全 死亡 以及这场冲突所造成的痛苦 黄英贤说 东盟外长在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之后 于星期六发表了一份公报 强调各国一致支持缅甸的和平计划 同时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行动 公报呼吁缅甸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东盟的公报 欢迎降低南中国海紧张局势 并防止意外和误判的 没有具体说明的务实措施 同时呼吁各利益攸关方 停止可能导致争议复杂化 和升级的行动 东盟外长的公报表示 朝鲜导弹试射 是一项令人担忧的发展 同时呼吁和平解决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 公报对加沙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危机 以及令人震惊的伤亡 表达关切 专访王菲林 美中 秩序之争究竟 是在争什么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麦克 约翰逊 Mike Johnson 这个月在华盛顿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发表演说 称以中国为首的轴心国家 正在以各种方式 威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近年来 国际秩序之争成为 华盛顿对于美中关系的论述主轴 也是北京加大舆论攻势 反击华盛顿的切入点 什么事 秩序之争 美中两国构想的国际秩序 有哪些本质不同 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菲林博士 在接受美国之音 纵深视角的专访时 详细论述了这些问题 中国想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2017年度 驻外使节工作会议时提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说法 此后在习近平本人 及中国官方的论述中 反复出现 分析指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 说是对北京重塑 国际秩序野心的一次显性总结 而这种野心 也早已隐含在一带一路的战略 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海的行为 中国与俄罗斯 朝鲜 伊朗等政权的关系等多个层面 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王菲林认为 中国想要建立的国际秩序是 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的 中华秩序式的世界帝国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 纵深视角 专访时 将这种国际秩序描述为 一个权力中心号令一切 不见得是西方的殖民式的统治 也不见得是 中国过去的朝共式统治 但是总体上一点 就是反现行国际秩序 以中央集权 一个声音 一个权威 来取代各国分权分立 互相竞争这样一个局面 中国官方反驳 中国企图重塑国际秩序的说法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今年年初 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说 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 受益者 维护者 中国不寻求改变现行国际秩序 更不会另起炉灶 再搞一套所谓新秩序 长期关注国际秩序演化 著有中华秩序 中国记录 中华博弈 三部曲的王飞玲认为 中国确实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 中国过去三 40年的进步和繁荣 与现行国际秩序密切相关 不可能在任何其他的国际秩序下实现 但是中国统治者 想要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证据 不胜美举 这说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并不一致 帮助中国崛起的 恰恰是中国政府口中的敌人 这就说明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 有一条鸿沟 王飞玲说 这个政权 其实从骨子里看 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 而做什么国际上的事情 而是为了政权的需要 政权的最终目标是 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中华秩序式的世界帝国 那样 它就最终安全了 王飞玲教授认为 中国政府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诉求 与其政治制度组成结构有关 在人类历史上 几乎所有的威权独裁政权的统治者 最终的梦想 都是成为统治世界的霸主 就是天下一统 而考察历史你会发现 建立世界大帝国的中华统治者们 最后的结局都很悲惨 但是他必须要这么做 就像被诅咒了一样 王教授说 不存在多中心的威权体系 心轴心内斗更残酷 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 在于加强自己的朋友圈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7月8日 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说 今天我们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 面临一个主要敌人 而且到目前为止 幸运的是 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种新的 如二战时期的三国同盟 但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国家 公开结盟对抗美国 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威胁网络 我将其称为中国领导的轴心 由俄罗斯 伊朗 朝鲜 委内瑞拉 甚至古巴的伙伴政权组成 王菲林认为 北京打造新轴心 只是为了满足反美的一时之需 威权独裁政体之间 不可能存在持续的平等和伙伴关系 莫斯科 平壤 德黑兰 未来不会轻易顺服北京 他们之间为了定出一个中心 必将有一个摊牌 而这种内斗将更加血腥和残酷 王教授说 就像中国过去 也发生过很多次 就是几个起义军领袖和造反领袖 一开始联盟起来 把就皇帝推倒 推倒以后 他们之间的屠杀 更残酷 更野蛮 更狠毒 因为他们一定要决定 谁是真正的老大 多中心的威权体制 是不可能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7月12日批评约翰逊 提出中国试图打造新轴心的说法 他说 美方的言论罔顾事实 大肆渲染中国威胁 充斥着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实质上是在为转移国内矛盾 加大对华 遏制打压 寻找借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国想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 王飞玲在纵深视角的专访中 对比了美国所维护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和中国想要打造的 国际秩序的不同 他表示 美国所追求的国际秩序 恰恰在于 去中心化 美国的目标 不在于建立一个单一领导力 或者绝对领导力的世界中心 去统治世界 王教授说 美国维护的是 分权分立的国际关系体系 中国官方常常将美国维护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与美国霸权等同起来 新华社去年5月发表题为 霸道的规则 霸权的秩序 其抵美国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一文 称 美国口中所谓的规则 就是其说一不二的霸道规则 所谓的秩序 就是美国优先的霸权秩序 王飞玲说 美国有时候的举措行为 确实有点霸权主义的味道 但美国这个霸权 最多也就有点像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 那种所谓称霸而已 根本不是要去统治任何人 或者规范所有人 这个跟中国政府心目中 想要建立的世界大同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 完全是两回事 王教授指出 世界历史上 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 几乎都不可遏制地 想要建立统治世界的大帝国 而美国是一个特例 究其原因 王教授分析道 我觉得这是美国国内 根深蒂固的英美传统文化 和政治制度的特点造成的 他对这种集权 对一个中心 不仅没有兴趣 甚至很反感 警惕 在国内国外都是这样 所以 他要维护的是这种 分权分立的国际关系体系 王教授认为 分权分立的国际关系体系的 主要优势在于 鼓励多样性 鼓励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 这带来 人类总体上的优化 而中国共产党 利用专制制度 集中大量资源 结合中国廉价的人力物力 和西方的先进技术 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 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 有可能造成 落后制度 战胜先进制度 把人类的文明往后推 共产党的优越性 会带来中国和世界的自由化 王菲林强调说 所以 西方也好 全世界也好 包括中国人民也好 真的必须付出全部努力 来关注美中博弈 才能避免成为 中国政府的牺牲品 美司法部 TikTok 收集美国用户敏感信息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周五 7月26日 晚间 美国司法部对全球最流行的社交媒体之一 TikTok 发起了新的猛烈攻击 指控其收集美国用户 对枪支管控 堕胎和宗教等敏感社会问题的大量信息 政府律师在提交给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的文件中写道 TikTok 及其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 字节跳动 使用一种 名为Lark的内部网络套件 让TikTok员工 可以直接与中国的字节跳动工程师进行沟通 联邦官员表示 TikTok员工使用Lark 发送美国用户的敏感数据 这些数据最终存储在中国的服务器上 并可被字节跳动在中国的员工访问 文件中指出 Lark的一个内部搜索工具 允许字节跳动 和TikTok在美国和中国的员工 收集用户发布的内容 或表达的观点 包括对堕胎或宗教等敏感话题的看法 去年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TikTok通过一个图表界面工具追踪观看 LGBTQ内容的用户 TikTok称已经删除这个工具 美方指控 TikTok秘密操纵算法 这份最新提交给法庭的文件 代表了美国政府 与TikTok司法对垒中的重要辩护 TikTok拥有超过1.7亿美国用户 根据拜登总统在4月签署的一项法律 如果该公司不与字节跳动切断联系 可能在几个月内面临禁令 在议员和政府官员对中国当局 可能强迫字节跳动 交出美国用户数据 或通过操纵用户推送内容的算法 来引导舆论 使之有利于中共统治表示担忧的之后 该法案得到了两党支持 并得以通过 美国司法部 以严厉的措辞警告称 中国政府可能进行所谓的 秘密内容操纵 即通过算法设计可能影响用户接收到的内容 文件中写道 通过只是字节跳动 或TikTok秘密操纵算法 中国可能会进一步推动 其现有的恶意影响行动 并强化其破坏我们民主信任 和加剧社会分裂的努力 他们称 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担忧 TikTok和字节跳动员工 都参与了一种称为增加热度的做法 即为了获得更多流量 而推广某些视频 这种做法 使TikTok能够策划流行内容 并让他们广泛传播 美国官员认为 他也可以被用于不良目的 美方指控TikTok利用关键词 进行内容审查 TikTok发言人豪雷克 Alex Orak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份法庭文件中 没有任何内容 改变了宪法 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事实 禁用TikTok 将是1.7亿美国人的声音沉默 这将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 豪雷克说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政府从未拿出过其指控的证据 即便是在国会 通过这个违宪的法律的时候 今天 政府再次采取 这以前所未有的做法 同时以秘密信息作为掩护 我们仍然相信 我们会在法庭上获胜 在这份文件的未删解版本中 美国司法部指控 TikTok的另一个工具 会根据某些关键词的使用 触发内容审查 该工具的某些策略 适用于在中国的字节跳动用户 字节跳动 运营一个中国版的TikTok 也就是抖音 抖音严格遵循中国政府的网络信息 审查规定 司法部官员表示 这些审查措施 可能被用于中国以外的TikTok用户 TikTok称 正在调查这些措施的存在 以及它们 是否曾于2022年左右 在美国使用过 联邦官员指出 LARC数据传输手段的使用 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 TikTok的德州项目 TikTok以15亿美元投资的计划 将美国用户数据存储 在由科技巨头甲骨文拥有和维护的服务器上 不足以消除国家安全担忧 TikTok辩护 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护言论自由 面对法律挑战 TikTok主要依赖于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4月通过的法律 禁止该应用程序继续发展 除非通过复杂的玻璃程序 吸引新的所有者 TikTok还认为 玻璃会改变平台上的言论 因为新社交平台 将缺乏推动其成功的算法 司法部在其回应中辩称 TikTok为提出任何有效的 言论自由主张 称该法律解决了国家安全问题 而没有针对受保护的言论 并且认为 中国和字节跳动 作为外国实体 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TikTok还辩称 该项法律存在观点歧视 引用了一些议员 批评该平台在加沙战争期间 持有反以色列倾向的说法 司法部官员反驳了这样的辩解 称相关法律反映了 他们对中国政府 可能将技术武器化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持续担忧 他们说 这种担忧因中国要求 中国公司向政府交出敏感数据 而变得更加严重 他们表示 TikTok在其当前的运营结构下 必须响应中国政府这些要求 案件的口头辩论定于9月进行 美联社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特朗普说 台湾抢走美国芯片生意 真相说来话长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特朗普 最近对媒体表示 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 美国应该阻止台湾 台湾前立法委员 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许玉仁 对美国之音说 特朗普的言论 是基于政治考量强调美国优先已吸引摇摆州和铁锈区选民 而美国芯片制造业外移 实际上是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 时至今日 台湾成为全球芯片代工龙头 美国也依然掌握芯片设计的最先进技术 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台湾抢走了美国所有芯片生意 美国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说美国过去制造自己的芯片 如今90%的芯片都是台湾做的 美国应该阻止台湾并征收关税 据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统计台湾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先进芯片 台湾半导体协会的数据显示 台湾半导体产业产值去年达1623亿美元 台湾对美国的芯片出口在今年5月 已经是连续第26个月成长 1987年创立于新竹的台湾机体电路公司 台湾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y TSMC 是全球芯片代工制造龙头 生产了全球近60%的芯片 在台湾有护国神山的称号 因为一旦台湾受到攻击 全球供应链将受到巨大影响 不过台积电本身不设计芯片 仅专注于生产客户委托的芯片 市场严调机构及帮科技 Trend Force 今年5月公布全球十大芯片设计厂商排名 前四大一排名 先后为英伟达 NVIDIA 高通 Qualcomm 博通 Broadcom 和超微 AMD 皆为美国公司 第五名才是台湾的联发科 MediaTech 台积电虽是晶圆代工龙头 但芯片的开发技术 仍由美国公司掌握 专注于生产的台积电 避免了与合作厂商的竞争关系 也获得客户的信任 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吗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Morris Cham 193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 18岁赴美国就读哈佛大学 在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 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毕业后 他踏入美国半导体产业 1958年 进入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工作 而在暂利工作 于斯坦福大学 取得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后 他回到德州仪器 继续任职20多年 成为该公司资深副总裁 1970年代 美国的科技公司 大多生产自己设计的芯片 张忠谋当时认为 美国的科技公司 应专注于设计芯片 将制造工作 外包给专业厂商 1976年 他向德州仪器 提出这个建议 但未获采纳 之后 他离开了德州仪器 在台湾政府支持和投资下 创立了台积电 而在筹备创立台积电之初 张忠谋也曾经询问英特尔 Intel 投资意愿 但被英特尔拒绝 台湾前立法委员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高级研究员许玉仁 对美国之音说 1980年代 美国芯片制造业外移 一直到今天 台湾成为芯片生产大国 美国向台湾购买芯片 这是当年美国自己的决定 也是历史演变所致 他认为 特朗普有关台湾 夺走美国芯片生意的说法 可能与大选将至的 政治考量有关 许玉仁说 特朗普最近为了要选举 他在政治的语言上面 是加强了力道 尤其他现在主打的 还是美国优先 让美国再次伟大 所以任何与美国利益 不相关的东西 他都把它打成是负面的 第二 他现在强调的对象 都是铁锈区的这些选民 尤其是在摇摆州 这些人传统上 是美国的制造业 跟劳工阶层 所以在这个部分 去煽动他们的情绪 然后这些人生活上面 可能失业了 或者目前过得不是太好 这可能目前来说 是特朗普的一个策略 去激发更多摇摆州 或者是铁锈区的 劳工阶层投票给他 许玉仁说 兰德公司高级政治科学家 郭红军 Raymond Kuo 对美国之音说 特朗普称 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 但事实是 台湾在芯片制造上 更具竞争力 拥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 对企业有利的监管环境 以及相对较低的成本 这些条件打造了 芯片产业成功的环境 台积电有超过一半的员工 拥有朔博士学历 郭红军举例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 台湾的工资实际上不高 意味着 雇用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更便宜 在监管环境上 台积电能够实行 每日三班制 一天当中的每时每刻 都有人进行生产和研发 生产力是其他制造商的三倍 这是大多数国家 无法实现的优势 郭红军说 其他国家很难赶上 来生产世界上92%的 最先进芯片 台湾有这种监管环境 这种廉价 但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结合 可以从任何特定的制造商那里 获得三倍的生产率 其他国家很难与这种人才法律 和成本的结合相媲美 外交关系协会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亚洲项目研究员时可为 David Sachs 对美国之音说 当年美国公司认为 生产芯片的利润太低 设计芯片 才是这项业务的高利润部分 美国对生产芯片不感兴趣 将制造外包给台湾 没有考虑到供应链弹性 或是过度依赖台湾的后果 张忠谋曾向德州仪器 提出台积电的商业模式 结果吃了闭门羹 转向台湾政府 提出后获得权利支持 实可为说 因此 德州仪器理论上 本来可以成为台积电 英特尔也可以 但他们对这项业务不感兴趣 这就是结果 所以在我看来 芯片法案是一项有用的工具 我认为 美国应该在国内生产 一定数量的芯片 我也不认为 美国会达到不依赖台湾 来生产最先进芯片的地步 无论是尖端芯片 还是大部分传统芯片 但我认为 美国可以生产足够的芯片 这样 如果台海或南中国海发生危机 航运受到严重影响 美国可以生产足够的芯片 来满足国家安全需求 他说 许玉仁指出 晶圆代工实际上是一个资本密集 且高度分工的产业 在制造上非常耗费资源和资金 当年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愿意投入 因此 美国决定将重点放在芯片的研发 设计和创新 代工和制造 则外包给台湾 一直到今天 台积电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芯片生产公司 制造最先进的芯片 这也和美国的当时发展的摩尔定律 有很大的关系 摩尔定律 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 哥登 摩尔 Gordon Moore 提出 一集每18到24个月 芯片的体积缩小成一半 但是功率和里头的电晶体数量倍增 因此 美国在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展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美国在这方面 当然是鞠躬绝尾 因为它发明这样的一个创新根理论 但是真正把这样的过程去发扬光大的 还是靠着台湾这个芯片产业的分工 许玉仁说 台积电在美建厂进度落后 继续加码建第三场 今年4月 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建造第三座晶圆厂总投资增加到650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和台积电签署的初步备忘录显示 根据芯片法案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最高可获得66亿美元的补助 台积电2020年5月宣布在美国设厂 最初承诺投资120亿美元芯片法案通过后 加码至400亿美元和建设两座工厂 然而在两座工厂建设进度落后 投产延期的情况下 台积电宣布了第三座晶圆厂的建设计划 目前还不清楚第三座晶圆厂的建造时程 这三座晶圆厂皆为先进晶圆厂 第一座晶圆厂预计2025年上半年 开始生产4纳米制程技术 第二场预计2028年开始生产3纳米和2纳米制程 第三场则预计在2030年之前 生产2纳米或更先进的制程 除了在美国设厂 台积电也在日本雄本和德国德雷斯顿设厂 生产12到28奈米的成熟制程芯片 只有在美国是先进制程 许玉仁表示台积电的海外扩厂计划 是相当聪明的 他们没有把最先进的制程移出台湾 所以对于关键的技术不会受到影响 这些外移其实是必须要的 因为过度的集中在台湾 也造成了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些压力 适当的外移去分散风险 在我看来是必须的 去年7月 台积电表示亚利桑那州的工厂 由于熟练装机人才不足 和成本超出预期 建厂进度延误 4纳米制程 从2024年底研制2025年 亚利桑那州工会批评台积电的说法 只是为了引进低薪劳工 许玉仁表示 台积电美国厂进度落后的原因 除了劳工问题和相关法规等因素 芯片法案承诺的补助款迟迟没有到位是关键 虽然已经通过了芯片法案 但是距离真正的钱进口袋还有一段时间 制造业本来就是一个很烧钱的产业 所以对于台积电来说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芯片的补助 并且能够在成本上面 有一些加强补足 这个补助对他们来说是蛮关键的 他说 许玉仁举例 日本雄本厂 从宣布的动工道完成投产 不超过120天 日本政府也非常迅速的将超过40亿美元的补助款 交给台积电 对于美国来说 总统大选后如果改朝换代 会不会是同一种做法 将直接影响到是否会有更多延迟 不过 不论是补助款或法规等政治因素 以及当地劳工有关工作机会的反扑 许玉仁认为都是可以克服的 最重要的是台积电需要尽快投产 因为每多一天等待 就多一天负担和成本 这是台积电和美国都不愿意见到的 如果再继续延迟下去的话 不但在成本上会增加 在战略上也会给予中国一个想象 可能美国在芯片产业 这一块进行地不是非常顺利 他说 目前看来 若要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所言 亚利桑那州 在2030年之前 生产全世界20%的芯片 还有相当大的难度 郭红军认为 台积电在美国 还需要考虑与芯片配套的第二 巴黎奥运 中国网民的追捧和怨队 美国之音中文网 巴黎奥运会星期五 7月26日 开幕中国网民的奥运热 以逐日升温 为中国参赛建儿的加油声 也此起彼落 但也有不少网民吐槽 判当局别再浪费纳税人的钱 及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夺金 因为那 只能给统治者脸上天光涂彩 他们呼吁经济困境下 当局应多关注民生 随着中国代表团716人的队伍 和央视等官媒采访团 近日抵达巴黎 一连几天 光是新华社单则 一人一句 给中国建儿加油的 微博发帖 就能吸引到上万名中国网民关注 网民们的中国加油留言 一则接一则 此起彼落 截至7月26日下午 中国网民对微博关键词 巴黎奥运 或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浏览量 也分别高达1.5亿次 和557万次 在国际体坛最高水准的奥运竞技场上 夺监视各国运动员 终极一生的目标 和最高荣誉 而各国体育迷 为自家代表队加油 展现爱国热情 争取民族自豪感 也理所当然 部分中国网民 吐槽巴黎奥运 不过 面对经济下行 今年有部分中国网民 对奥运会和中国对夺金的关注度 不仅偏低 还怨声四起 甚至自我怀疑 我的爱国热情 消耗光了吗 例如 署名 梅大师飞跃美中的 上海微博博主 7月23日发文问 有多少人像我一样 不知道奥运会哪天开 也不关心呢 三天内 获得6000多人点赞 600多人留言 且评论区多数留言都在吐槽 在北京的网民 陆河刀留言道 原来关心 奥运会是想着祖国强大了 我们百姓的生活 也会好起来 现在不关心是明白了 和我没有毛关系 在广东的网民 破茧真能话蝶不泽 嘲讽称 强大了奴隶主 奴隶更没活路了 另一名广东网民 今天开始休息也 回说 奥运会是最无聊的事 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多人狂热 得再多奖 也不见得国民强身健体 医院看病的人依然爆满 不少网民直言 他们对巴黎奥运会不感兴趣 只关心切身的食安 延迟退休 教育 工作 医疗和养老等民生问题 其中有网民缓家称 一个年轻人 天天996的国家 不关心奥运会 也没啥奇怪的 还有人呼吁中国政府 把投入奥运会和培养运动员的经费预算转换用来改善全民的民生问题 来自安徽的网民 奥特曼炒了小怪兽就 极力反对中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培养运动员的举国体制 他留言抱怨称 用纳税人的钱培养这种东西运动员夺金 到底给纳税人带来了什么 恐怕只能给统治者脸上天光涂彩罢了 博主质疑 中国夺金万枚 改变民生吗 此外 另一位上海财经博主 斯坦福小K7月 23日也曾发帖质疑 中国代表团 即使能获得一万枚金牌 对民生有改变吗 当时呼应的网民 也有数百人 是他微博账号 近期得到最多回响的发帖之一 不过 这则发帖 现在似乎已下架 或被屏蔽 无法看到 只有截图在网上广泛流传 因议题敏感 不愿透露 全名的上海市民李先生 告诉美国之音 巴黎奥运会 虽是全球盛世 但他和周遭的亲朋好友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 已少有奥运热 尤其中国经济近几年来的发展 力道疲弱 他认识的人 近期面对的生活窘境 不是钱挣得少 而是挣不到钱的问题 自然没心情 也没余裕 去抢看巴黎奥运会 李先生说 胡文时期 2002至2013年 人家日子还比较好过 现在的确是日子比较难过 你想 在吃饭和看奥运会之间 正常的人 他肯定选择关心我的饭碗 怎么能挣到钱 至于你拿多少金牌 你放了多少卫星上天 实际上跟我们普通老百姓 是没什么关系的 李先生说 中共一向注重大外宣和内宣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 中国人掀起的奥运热 出民众当年有钱有闲外 也有官方煽动的成分 但这几年来 大家过着紧日子 当局还在找各种机会 宣传中国强盛的国力 如奥运夺金 或卫星航天成就等来的 转移民众关注的焦点 但他认为 现在除了年轻人 还容易被洗脑外 任何有现实经济压力的人 都很难再被忽悠了 上海市民 中共难 在用奥运忽悠人民 李先生说 这可以归为一种洗脑的方式 就是打鸡血 对什么人有用呢 就是小孩 对年轻人有作用 网上不有句话讲 洗脑要从娃娃抓起 那具体怎么洗呀 就像这个奥运会的机会来了 就给你们打鸡血 哎呀 我们中国运动员如何如何 我们拿了多少金牌 我们强大了 实际上 它是掩盖了现实当中 真实的情况 主要起这个作用 李先生说 老百姓日子过得好的国家 才是真正的强国 不是靠夺金 或砸大钱办 北京奥运挤出的假象 因此 今年日子难过的民众 不再看表象 而是更务实地 拿放大镜 看中国在巴黎奥运会的支出合理性 原籍四川成都 现一居台北的网红作家 上官乱泽分析 除经济因素外 中国民众今年对奥运参赛背后 所代表的举国体制和国家主义 越来越不满 也恐跟过去三年痛苦抗疫的经验有关 他说 中国人从小被教育爱国爱党 并推崇集体主义荣誉 但疫情爆发期间 大家亲身感受到集体主义的负面冲击 如排队做核酸 一人确诊 全家全小区连坐 甚至互相举报等 打碎了人民对集体主义的美好滤镜 上官乱 中国人对举国体制的滤镜破灭 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集体主义 这个举国体制 以前大家都说 哎呀 好啊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 别国都没有的 那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后来发现 你政府 是集中力量在办我呀 每个人都觉得 国家在竭尽一切的力量 压榨每一个韭菜 压榨每一个牛马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 以前我们崇拜的那东西 集体主义 它不是为了保护我们 它是为了压榨我们 这个很关键 他说 以往关注中国集体主义弊端者 多为自由派知识分子 公共媒体 或社会意义人士等 但现在连一般民众也开始觉醒 上官乱还说 其实2008年的中国人 比现在穷 但对前景乐观 也连带希望以奥运夺金来证明 中国人和中国的强大 但这几年 中国民众对前景越来越悲观 也对未来不存希望时 当然就不渴望金牌 更觉得金牌与自己没关系 他说 相较于2023年 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GDP1.26万美元 2008年的人均 GDP不到3500美元 仅三分之一 不过 当年中国人虽穷 但对经济前景有感 包括工资涨 高楼拔地而起 人均GDP年年翻倍 然而 中国经济线 虽达到了另一个水平 但去年人均 GDP竟比前年低 经济衰退 失业率攀升 房市又深陷危机 都让中国人 难对未来怀抱希望 不过 上官乱澄清 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 不是所有中国人 都热情以对 因为当时中国发生的 数起重大争议事件 都让藏人 维权人士 和知识异议分子 遇见中共的极权统治 也对北京奥运 非常反感 还在QQ群里制作 流传许多讽刺 北京奥运的表情包 如把 北京欢迎你嘲讽 喂 北京整死你等 他说 当年的争议事件 历历在目 有2008年初发生的 50多年来最大的血灾 却被中共丧事喜办 用来对领导人歌功颂德 另外 314拉萨事件 揭开中共 对藏人的镇压 也让渴望人权 自由的部分中国人 对北京奥运 有了负面印象 另有四川汶川大地震 揭开了豆腐渣孝舍的弊端 乃至后来的三路毒奶粉 和零八宪章事件 民房强拆争议等 都让2008年 在中国历史上 应被正确定位为 民间反对力量 迅速成长和壮大的一年 而非对奥运举国欢腾的一年 美方称 布林肯与中国外长会晤 富有成效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2024年7月27日 美国国务院称 国务卿布林肯 与中国外长王毅 在老挝万象东盟外长会议期间进行了 开放且富有成效的讨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马修 米勒 Matthew Miller 表示 双方讨论了关键的双边 地区和全球问题 此次会谈 持续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布林肯在会谈中提出了 美国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 挑衅行为的关切 包括围绕台湾总统赖清德 就职期间的模拟封锁行动 美方官员表示 布林肯与王毅 进行了延长的对话 重点讨论了台湾问题 中国声称 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并誓言 必要时通过武力实现统一 美方的关切 自赖清德五月就职后 中国曾以海军和军机 包围台湾 进行军事演习 中国对赖清德的就职演讲 表示谴责 称其为 独立的告白 布林肯还在会谈中提出了人权问题 涉及台湾 西藏和香港的情况 并讨论了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支持问题 此外 布林肯还谈及被中国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问题 强调需取得进展 这一问题一直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 双方在会谈中还讨论了其他双边 地区和全球问题 米勒称此次会谈是 开放且富有成效的 这次会谈是在东盟外长会议的间隙进行的 会议期间 各国外交部长就一系列地区和全球问题展开讨论 布林肯与王毅的会晤引发了广泛关注 美中关系近年来因贸易 人权和地区安全等问题而紧张 法新社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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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